院長到現在不是三個月 現在三年 報告在哪裡 在哪裡 這個 在哪裡 你可能大概還活在 不知道哪一個年代 總統候選人登記 院長 你應該溫度比他更高 溫暖的程度比他更高 明天你有沒有機會去登記 全動法 我們真的要把台灣 變成第二個烏克蘭嗎 全部動員起來 1470萬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部隊 我們現在真的要回到軍國主義國家嗎 這是很不堪的 很不應該的 現在 這個若干年前 這個有一個 這個逃兵 投奔大陸叫林毅夫 林毅夫 現在有一位陳姓上兵 跑到 這個穿著這個 這個防衛衣 穿著這個泳衣 這個逃生衣 跑到 大陸去了 15號 15號 就要 沒有到的話就要通緝啊 我想啊 今天我們光看這個事情 這個 所謂的溫暖內閣 我想陳院長 您帶給台灣一上任 就帶給我們 上任第一把火燒向全台灣 叫做權動法 權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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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要把台灣變成第二個烏克蘭嗎 當然不是 我想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要備戰才能避戰 要能戰才能止戰 權動法 授權政府這麼大的指揮的財量跟空間 現在16歲到60歲 16歲到60歲 台灣人民男生有743萬 743萬的男性 女性有737萬 全部動員起來1470萬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部隊 我們現在真的要回到軍國主義國家嗎 院長 院長 這個 這麼多人 我請問一下 女性上戰場 她受過什麼軍事訓練 我不要說她有沒有受過軍事訓練 我請問一下 我們有1470萬 部隊的裝備嗎 有這麼多支槍有這麼多支裝備嗎 院長有沒有 沒有要1470萬的人都上戰場 你這個是錯誤的解讀 錯誤的這個說法 我請部長來說明一下 院長 但是你所推出的權動法 確實你可以最大的極限 可以動員到這麼多人 全世界所有的所有民主的國家 都有全民動員相關的法令 他的目的就是說 兵不可 兵可擺 你不用但是不可一日不備 特別強調的是一件事情 避戰 是每一個國家執政者 避戰 要備戰 避戰是他必須 要備戰 避免戰爭是他最大的責任 而且無可迴避的責任 我們在天主前面來講這個 對啊 避戰才能避戰 是絕對必須要做的 避戰才能避戰 這個權動法 千萬不要再拿出來 委員我想跟你講 權動法修正 千萬不要再拿出來 委員我剛才講過 因為 兵可百年不用 不可一日不備 我們不曉得 到底未來有多少個林毅夫 這是很不堪的 很不應該的 但是呢 逃離台灣是很不應該的 但是不要讓這種恐懼發生 我們是不是讓部長講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好了 就可以讓我做個補充 在特別叮嚀 因為在民進黨的黨綱 第六條講得很清楚 報紙雜誌廣播電視 肩負公共任務 提供資訊反應多元公論 工作人員之獨立自主 應該受到法律明確保障 但是在權動法裡面 完全侵蝕了這個新聞自由 這都是不應該的 現在本席在這裡再請教一下 委員權動法沒有要全治媒體 明天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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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清德主席 民進黨黨主席賴清德 民進黨要去登記 民進黨的黨內總統候選人登記 院長 你應該溫度比他更高 溫暖的程度比他更高 明天你有沒有機會去登記 我來當行政院院長就是要為 兩千三百萬人來服務 作為公僕中的公僕 我會把我的工作做好 我不會去登記 一定要守護兩千三百萬人 當然啦 美於戰火的森林塗炭 所以我們要有自衛的能力 院長 我們要準備 天上有眾神 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台灣 當然 千千萬萬不要有其他任何可能發生戰爭的情況 我們一定不要當他國的墊腳石 台灣的人命是最重要的 請把兩千三百萬人命 要把它守護好 千萬不要讓台灣 淪於戰火 我希望你當著天主 面前 告訴我 你會不會做到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都會捍衛台灣的自由 民主 法治跟人權 我們一定會使台灣更加的安全 事實上在這個中間 完全沒有耽擱 都要進行 我想 會積極來進行這個 把它完成 就是 讓院方的態度更明確 好 我想我們很明確一定會做 那剛才講過 太魯閣的 太魯閣公演的環評 是需要時間 很期待請教 需要時間 這個 既然行政院態度明確 我們看一下國道六號 這一條是從民國大概 八十年講到現在 國道六號 就是南投埔里到花蓮同門段 短短七十幾公里 從2020年3月4號在立法院 正式通過 三個月內要啟動 整個地質調查的探勘 院長到現在不是三個月 現在三年 地質探勘報告在哪裡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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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 我跟一位報告 這個包括我們 委員在教委所提的 專家 這個委員會 包括一些分析 我們也都開了會 事實上我們有初步的 評估它的經費 第一個 穿越狀況上面要八千億的經費 那個非常的高 然後工程上面 工程上面 包括這些相關的地質 還有包括地熱 包括生態區等等的 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當作一個長期方案 我覺得 現在在花東裡面 我們已經投入太多的經費 非常多的經費 在建設 就是給 那個部長啊 這個部分可能要 變下一個階段 這個部分 本席不接受 你說 現在 投入花東的建設經費 非常的多 多在做了 我覺得 但這個困難度比較高 我覺得部長齁 你可能大概 還活在不知道哪個年代齁 中央政府一年總預算多少錢 投入在花東地區的經費 這個經費叫很多 本席 不要抓你的語病 但是要糾正你的心態 本席特別要強調的是 2020年3月4號 通過立法院通過的事情 地質轉單到現在 你說技術上 有很多的困難 好 日本的專家 在 貴部所辦的 這個 這個工程會上面 曹昌俊宏先生 講得很清楚 這是可行的 所以基礎上是可行的 幾位專家都講可行的 困難 好 可行 表示上基礎上是 是可行的 好 這個院長回去可以看一下 專家報告 第二個 你說經費有問題 好 本席針對你們所提到的 我們看一下 現在跟中央政府關係良好 我們不要講其他國家 不要講什麼一帶一路啦 我們現在強調 日本政府好了 對東洋各國 我們現在不管是ODA也好 BOT也好 我們看一下 做了哪些東西的ODA 好 還有相關的BOT的案子 日本國在越南 包括胡志明市的軌道建設 越南整體國家的南北高速公路 以及國際港 以及東西向的高速公路 還有國際港 這在日本的部分 這個建設的項目實在有夠多 一一還要念起來 還包括它的國道10號 18號 國道5號 在泰國也是一樣 包括它的紅線 紫線的這些捷運 還有這個大橋 還有國際機場 還有地鐵 曼谷地鐵 再過來我們看印度 還有印尼 包括吉克達的捷運 包括四水機場 包括爪哇的 這個鐵路電企劃幹線等等 包括菲律賓的南北鐵路 馬尼拉 大都會的麗礁橋 還有呂宋的高速公路等等 柬埔寨的國道5號的修復 還有緬甸的 還有遼國的 凡不申訴 部長 院長 如果覺得 建設花東認為 對中央花太多錢的話 光一個 台北到宜蘭 一小段的高鐵 就要花2500多億 各位都不覺得多 現在花蓮台東 如果跟西部的 國道6號如果打通 這對整個東南澳的發展 是不得了的關鍵性的 這個做法 院長現在是這樣 如果中央政府覺得心費太高 我們沒有辦法負責 是不是 我們發國際標 不管是BOT 你來做 讓你收70年90年過路費 或者是國際的ODA 我們來發國際標 可不可以行 我想 剛才所做的評估很明顯 這是一個很艱難的工程 而且花費相當的大 有8000億 再加上 整個過程當中 在設計的階段 剛才您也看到了 他是說困難 但是可行 這樣所花的經費是相當的大 這已經不是我們國道基金 所可以負擔的 那如果國外的單位 要來這裡開發 然後讓它來經營的話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 是沒有這樣的考慮的 目前是沒有這樣考慮 可不可以樂觀其成 嘗試看看 這一個我想 要這樣做的話 我們需要來做相當的演繹 但是專家們來這裡評估的時候 當然是講最好的 院長 謝謝您 如果說可以 行政院可以 但是這一條國道6號 確實很困難 行政院如果可以向亞洲看齊 向亞洲看齊 開放 讓國外的這些主權基金 還是什麼來興建的話 本席認為啊 這個確實是該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一定要強調 台灣島就這麼小 環島高速路網 環島高鐵路網 東西橫向快速道路 肉乾以後都會完成 只是在誰手上完成 院長你願不願意當那個推手 今天我們討論的就是這個事情 工程技術不斷的在進行 今天是 願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 所以本席在這裡希望說 院長你也希望啊 你信奉這個天主教的這種傳道的精神 能夠想想看 讓整個台灣能夠均衡發展 在你手上 如果能夠推動的話 我們非常感謝 但是 立法院已經通過了地詞調查報告 已經三年了 可能院長要儘快下令 趕快把地詞報告先做出來 可以嗎 好這個地詞報告當然我們可以來把它 這是立法院通過的事情喔 好 這個我們把它做出來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喔 剛才花蓮的交通的 花東高速 花東快速道路 這個行政運 交通部已經做完了 這個相關的評估 明年可信性 從花蓮的最北端 一直到台東市 台東市 174公里 2308億 院長 是不是該做的 明年我們就會提出來可信性評估 確實是有這樣的規劃 好 確實可以做好 謝謝 因為太值得了 因為太值得了 北溪一定要強調 太值得了 對於移花東三個縣 有莫大的幫助 還區區的兩千三百億 對這個可信性 比起一個台北宜蘭高鐵斷 北溪也支持宜蘭 北溪高鐵 北溪也支持 因為不做到宜蘭 不可能做到花蓮 所以說 北溪高鐵我們支持 但要花兩千五百億 這個只要兩千三百億 就可以到 所以啊 我想喔 院長你政策明確的話 就很好做 好 我想我們的政策是滿明確 先做可行性的評估 可行性評估可行的話 我們就會來做 北溪要特別強調 好